我不要当宝兰的 以后宝兰要是不听话 我就打你 不听话就该打 够了 你别说不打宝兰 这是美玲小姐的人生 就让她自己决定吧 你说真 我要努力治病 开始全新的人生 不要再当过去那个穷酸的蒲美玲 要当光鲜亮丽的蒲美玲 你打算 看多病的麻烦手吗 好好说服人月 让她搬回家里去除霸 天哪 小鸡 今天下午四点 儿子家伙们精彩大结局